大家好 本次咱们再把咱们的一金经前面整个图 给大家规个类简单的总结一下 其实这个一金经十二童 你看着很胖大 其实很简单 好多东西 比如正身图跟你的半身图 到后来跟它做身图 有很多动作是充足的 但是你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你站直的去做 就半身的正身图 能达到一个是成拔的效果 是吧 你半身图做相同的动作就是什么呢 一股 是吧 拔进一气 要收敛入骨 要筋强骨 所以说前三个 正身图 侧身图 前两个 叫一金之石 扭转 是吧 你在别的一金经家就会把马刀 咱们这翻手拔刀 是吧 翻手拔刀 就这些东西 是一金之石 挤住的锻炼 是吧 然后从半身图 就要收敛入骨 是用气血去养你的骨髓 它使骨髓充盈 所以叫一股之石 半身图 什么 去身图 折身图 是吧 到时翻身图 到身图 也是人家直爪 交理 找微金上 这就开始 要金骨相合了 翻身图 到身图 就是金骨相合 到行身图 行身图 一气力 或者一气进 跟你的金骨相合 达到一个非常融合的状态 前两个 一股 一金 通过前九个图锻炼 基本就翻成 还是一定要注意 循序先进 不要 不要 是吧 特别 特别浮躁的 就能把你 一定要他的身上往下走 后半上 坐身图 定身图 握身图就开始主要是一气 交理一气 气的运行 升降开合 出入聚散 是吧 就这些东西就开始 有了 而且呢 你双嘴是盘起来的 是吧 那你这 握骨苏神 这些东西 又是一样感觉 那个动作 就引领你的 一气 就刚开始通过前两个图 不是前两个图 前两个图 一金一股 你已经有了 重复形成一气了 你再盘腿去做 然后慢慢慢慢通过意念 是吧 就气息学 就开始运行 所以呢 咱们简单理一下 就前面这个一金一股 前面这个都是以力为主 后边呢 后边三个 坐身图 过身图 倒身 都是以一气为主 有时候这气怎么产生呢 好像练武术的 练武术的 到前面说的一句 没有力 哪来的气呢 也有道理 也有道理 你们这些练拳吗 练拳 你首先是要劲力 它就不断 劲力的产生有两个 一个是肌肉 鸭杠铃铁铁 是吧 或这些东西都是肌肉 再一个是什么 筋骨 打凹筋骨 筋强骨状 还有一个什么叫内劲 内劲就是 一气劲 通过一气产生的筋力 这个就是内大权的筋骨 外加是打凹筋骨 筋骨皮 内加权 练的就是一气一气 好的 今天这个小视频有点长 讲了讲一气 讲了讲三种练法 以及一股细腻 本次视频就为大家做的这 谢谢大家